哲学家加达默尔说 人首先不是用语言去描述这个世界 而是世界体现在语言中 加达默尔是西方权势学哲学的代表 权势学是当代西方哲学里面最重要 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学派之一 为什么权势学所重要呢 因为如果整个经验世界都必须在语言中形成 并通过语言表达出来 那么权势学的领域就可以是包罗万象的 我们要认识世界 理解世界 从根本上说 就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去认识它 而理解和认识意识就需要用到语言 我们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都是在大脑的意识中所呈现出来的 而我们通过语言将意识中呈现出来的内容 进行说明解释理解还有认识 我们通常认为 语言只是我们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的工具 但实际上语言也反过来塑造 甚至限制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当然权势学不仅仅是讲理解和解释文本的方法 而是讲理解是如何可能的 权势学哲学把经验理解语言 提升到了认识论和本体论哲学的高度 所以在具体展开权势学思想之前 我们需要认识什么是权势学 权势学我们也称之为解释学 示意学还有产式学等等 但是权势学的翻译其实更加贴切一点 因为权势本来就有产明事理 也有真理的意思 权势有指向真理整体的意思 而在西方权势学的权势的英文的词根 通常认为是来自古希腊神话里面的诸神的使者 赫尔默斯 赫尔默斯是古代神话里面的神 他主要的职责是将宙斯的旨意传达给人类 因为神的语言和人类的语言是不同的 神所在的世界和人所在的世界也是不同的 所以赫尔默斯起到了这个翻译和转述的作用 同时还加上自己的理解 因为这是两个完全不懂的语言和世界 因此加拿莫尔说 权势学的基本作用就是将一种意义关联 从另外一个世界转换到自己的生活世界 起初权势学做的事情跟古代的神职人员 还有战卜斯做的事情有点类似 他们常常自称能够理解上帝或者说神灵的想法 然后将神灵的想法和意志传达给世人 在文字和书写还不普及的古代 诠释最初主要是通过严说的方式展开的 在西方普遍认为严说和神的关系是更加密切的 亚里斯多德也说口语是心灵的符号 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 苏格拉底重视口语而贬低文字 他认为口语是鲜活的 口语更具表达力 口语更直及人心 在我国古代因为文字形成更早 我们的古代将思想和智慧通过文字记录下来 而后人也是通过注解的方式 对古人的思想进行解释和理解 在我国历史上有很多古代经典的注释家 孔子也可以称之为古代最早的一批注释家 在孔子晚年就对古代的六经 诗书里乐 译春秋 进行了重新整理和编著 对后世中国思想文化的传承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古希腊 亚里斯多德是第一个使用诠释学的哲学家 在他的《工具论》这本书里面 有一篇称之为诠释篇 也叫解释篇 但是亚里斯多德的诠释 主要是对命题和语意的分析上 严格来说只属于语法学 他研究的是词语的性质和语言的逻辑 语句的逻辑结构 是一种理解语句的辅助工具 在西方古代 诠释的作用是表达解释和翻译 尤其是对宗教教义 尤其是圣经的解释 还有理解 所以在古代诠释学的范围 主要局限在对圣经的解释和理解上 作为神学的一种辅助性的工具 也可以称之为技术诠释学 技术诠释学的目的是接近文本的原意 换句话说 技术诠释学承认文本中存在最初的意义 或者说确定的真理 而理解或者解释的目的 就是为了揭示出文本中的意义和真理 潘德龙老师把从古希腊开始 直到浪漫主义运动之前 有关权势学问题的学说 画出了前权势学这个阶段 它是权势学的萌芽阶段 而权势学的第二个阶段 是认知性权势学的阶段 主要是从斯纳尔玛后 提出一般权势学 到迪尔泰的体验权势学 在这个阶段 权势学主要从对圣经的理解 扩展到了一般文本的解释 还有理解 在斯纳尔玛后之后 迪尔泰将一般权势学 发展成为权势哲学 它创立了体验权势学 权势不仅仅是对文本的理解 还有解释 权势学也被提升到了 认识论哲学的高度 权势也脱离了 纯粹技术性的作用 权势哲学主要的目的 是说明文本中的意义 是在理解和解释过程中 获得与原意不同的新的意义 简单来说 技术性的权势学目的 是发现文本的意义 而权势哲学的目的 是创造出新的意义 狄尔泰所创立的体验权势学 对后世权势哲学的发展 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几乎所有的权势学家 都在不同程度上 受到了狄尔泰思想的影响 权势学的第三个阶段 叫本体论权势学阶段 这个阶段 始于海德格尔的 此在权势学 还有加达默尔的 语言权势学 他们不再将权势定义为 一种发现或者创造意义的方法 还赋予了意义 以本体论的地位 诠释活动是意义和真理的 自身的呈现 真理也不是与对象相符合 一致的认识 而是在意识和语言中 真实呈现出来的东西 正如加达默尔说 能被理解的存在 就是语言 加达默尔创立了语言权势学 作为权势学的集大成者 他将权势学推向了新的高度 关于斯纳尔马特 迪尔泰 海德格尔 还有加达默尔的全数学思想 我们在后续会陆续展开 好了 今天内容就这些 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内容见